大家好,我是阿东 我今天来到了位于土耳区的澳门路 澳门路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 东起苏州路,西到长德路 全长1.23公里 那么我对澳门路的印象大概是停留在 澳门路上有月星家居城 有洪子期餐厅 还有以前的公交105终点站 那么今天我又来到了澳门路 那么话不多说 就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吧 澳门路,全长1.233米 东起西苏州路,西到长德路 位于上海市的普陀区 这条路是普陀区唯一的租借所在地 地理位置和风格 与普陀区的其他地方都不相同 印象中的普陀区应该整体位于苏州河以北 但是澳门路却位于苏州河以南 而且还有一些租借区 像我之前视频中拍摄过的澳门路660弄的澳门小区 就是一个典型的日式住宅区 原为日资内外棉株式会社财团为日桥人员建造的花园理论 虽然是租借区 但是远远没有卢湾区黄浦区的那些租借有鲜明的特色 在整个上海人的印象中也不是很出名 一次大战以后 沿着澳门路新建了许多的工厂 包括澳门路150号的身心酒厂 447号的中华书局印刷厂等等等等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身心酒厂的旧址 如今这里是上海纺织博物馆 说到身心酒厂 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878年 李鸿章派郑观印等人开设的上海机器织部制造局 它是中国第一家官商督办的机器纺织厂 最初这家厂是建立在杨浦 后面几度更名 直到1913年才定名为三星沙场 成为了盛宣怀家族的企业 后来由荣氏家族控制了身心纺织公司 在1931年收购了三星沙场 1933年身心酒厂搬迁到了澳门路的150号这里 那么现在这里就是中国纺织博物馆 里面讲述了中国纺织工业的历史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这边来看一看参观一下 澳门路的477号原为中华书局的印刷厂 中华书局成立于1912年的1月1日 1935年竣工共有车间仓库办公楼共识状 1954年中华书局搬迁至北京 那么中华书局是一家整理古籍书局为主的专业出版社 在海内外都享有盛名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澳门路昌华路附近 前面就是这个月星家居 月星家居是一家江苏的民营企业 创办于1988年 它是一家综合性的建材一站式购物中心 在我印象当中 这家月星家居在澳门路至少也开了有20年了吧 其实最有名的就是月星集团旗下的月星环球港 位于金沙江路中山北路附近 也是内环内最大的一个综合商圈 有机会的朋友也可以去走走看看 现在这个月星环球港也能算得上是普陀区的地标了 沿着澳门路北侧朝西走越过昌华路 我们就来到了澳门路300号门前 这里有壮两层建筑 那么这里就是顾振宏纪念馆 顾振宏是日商内外棉七厂 解放后这个厂并入了国民二厂 当时他是这个厂的工人 日本内外棉树市会设创立于1887年 是紧随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军事侵略和资本输出而发展起来的 日本六大棉杀垄断财团之一 1925年2月 沙场工人在党领导下为反抗日本领办任意打骂同工 举行了大罢工 在带领工人反抗资本家官场压迫工人的时候 遭到了日本大班川村的枪杀而英勇牺牲 那么这里就是顾振宏烈士的殉难处 2008年5月30日为了纪念顾振宏烈士 纪念武萨运动 顾振宏纪纪念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现在这里是上海市集和普陀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好了短短的澳门路呢 我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五分钟 想必大家现在肚子已经饿了吧 那么再告诉大家一下 在澳门路长寿路附近 每周五中午都有一个清真集市 因为那边有个清真寺 所以很多穆斯林在做好礼拜后 都会都卖一些当地的美食 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